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然后葱花和芝麻找两句 你看是不是非常漂亮 而且可以看得到师傅包的手工 早期的在美国的这些华侨跟移民大多他们都是讲广东话 吃菜的也都是广东菜 而在咱们洛杉矶其实跟各个城市都一样 跟纽约旧金山都一样有一个China Town 大约在80年代的时候 这些China Town的华侨跟后来的移民 慢慢都移居到有小台北之称的蒙特里公园市 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到最多的华人 你知道这边的华人大约90%都是讲华语的咱们中国人 而在这边的餐厅 您可以找到让大家回忆很久的 值得回忆的这些美味的传统餐厅 今天跟朋友们介绍这一家 就是开业已经将近20年的夏临季 在夏临季里头您除了能够吃到一般在香港 也在广东上不用吃那些小群之外 我觉得现在他们很多菜都改良了 最主要是因应这所有的这些顾客 对对除了小吃之外还有一些比较像样的大菜 对其实这些大菜以前在香港如果是茶餐厅或路边摊来吃的话也有 可是绝对没有像现在是这么的精致 是的看起来我纯颜欲低 没错 阿燕你好 燕姐你好 我知道你们夏临季已经开幕已经有18年了 将近20年的时间了 对 所以你们所有的这些菜是慢慢在改良 对啊 你们以前是简单一点的 现在就比较新鲜一点 比较精致一点 精致 对因为顾客的嘴都很刁的 对啊 客人的要求越来越高了 所以你看将近20年时间没得改良 所以对所有的顾客朋友们来讲也该算是一个好消息 也是大家的口福 是的 我记得以前啊最早啊 汪池帕尔这边 20年前的话 哇那时候华人还没那么多 对 而华人的餐厅也没那么多 我记得以前有一家这边啊专门卖就是梅菜扣肉的 后来没有了那个店 是吗 可是梅菜扣肉可以算是很道地一道广东菜吧 算是经典的 经典 对啊 比较地道一点 梅菜扣肉啊 因为广东人都喜欢那个柚啊 香口的东西啊 都是现在客人都比较吃的清淡一点的 有时候就野味一点的 不同的柜节都不同的吃法 是 所以越来越雕 哦 我超爱梅干扣肉的 你看你去 哈哈哈哈 在梅菜扣肉 我一看啊 是不是目前也是大家很喜欢点这道菜了 因为我觉得现在一般餐厅很少有这个 而且很少做这么的道地 而且有个重点呢 我一看 我就知道这一定非常好吃 你看它的皮是炸过的 哎这皮炸过的 对对啊 对不对 我一拿起来 我觉得这个肉都快掉下去了 可见啊 软软的 已经真的很痛 这怎么做吧 他应该是四伏的 秘密吧 秘密 对 我们问半天都是秘密 我觉得一定要先要炸过对不对 把这个油 对 所以它这层这层皮 嗯嗯嗯嗯 这层皮是有的 你是要夹给我吗 哎呀太感动了 让我先吃 先尝 要先尝 而且呢 还有就是这里头的梅菜其实也很重要 你们这梅根菜是怎么样杆来的 梅菜就是 师傅要精神锅的 要洗锅洗透啊 洗锅 是自己做的吗 对啊 自己做的 哇哦 自己做的梅菜啊 对我觉得广东人很会做梅菜 这就是你们非常道地的 就像是四川人四川泡菜一样对不对 要非常自制 这个梅菜 这个怎么 我的脚花 哈哈哈 眼泪流下来了 好好吃哦 有蛮多梅干扣肉的 你这个味道真的蛮像真的想一绝 就很道地 你看我来一夹开啊你看 就夹开了夹断了 可见这个火候够了 因为有时候很怕这个肉啊就是 弄不动 弄不动表情都还没熟 没错 而且我最怕中间这个 中间这个脂肪很肥很油的就不好吃 嗯 有没有 嗯 对吗 真的口里已经融化了 对 这个梅菜首先很重要 对 而它整个把那梅菜味道都已经烧进了 烧进去了 对 然后你一口肉 然后一口梅菜这样子 哇 幸福 哇 嗯 是 所以这个绝对是最好的 好吃 所以喜欢吃梅菜扣肉的朋友 我跟你别忘了 沙林鸡它的梅菜扣肉啊 真的是哦 很到底 很棒 超级好吃 嗯 这道菜我觉得也很漂亮 这个绝对不是古代菜 而是现代菜 对 现代菜 这应该改良过的吧 对 因为现在客人都很小吃 那个都是喜欢吃清淡的 清淡的就是不会太咸 不会太油 清爽一点的 对 这看起来应该是豆腐吧 对 这菜名叫什么 这个是师傅做的精心炮鸡的 那个special豆腐 哦 special豆腐 special 自己特制的吗 自制的 对 那豆腐也自制啊 对啊 豆腐 哇 连豆腐都能够自制 那很多工耶 要买黄豆啊 要打呀 要什么制造过程很严谨 对我们会做的来讲是很多工 对 所以会做的要拿到这个窍门 那做出来绝对是新鲜 而且非常嫩 这叫自制 芋子豆腐是吧 对 因为就是很鲜嫩的 很嫩的 芋子就是日本话的豆腐的意思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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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鸡蛋跟 跟豆腐黏在一起 哇 对 怎么样 最重要就是没有那个石膏粉的 比较健康一点的 哦 这一点真的是很重要 现在一般外面的豆腐它一定要放石膏粉才能把银聚在一块 对 没有石膏粉是纯吃的都是豆腐它的营养跟它的鲜味 没错 因为它的豆腐的没有石膏粉为什么会凝聚 因为有鸡蛋在里面 哦 对 比较现象的哦 而且会有 没有我是吃出来的研究出来的 还是大厨的干女儿 真的很香 很香这个非常的 就像吃我们像是豆花一样的 对 没错 就有点像豆花的感觉 然后有鸡蛋的味道 再加上这个sauce提炼 对 这边好像还有瑶柱哦 干贝在里面 干贝在里面 而且还有这个 香菇 香菇 冬菇啊这些 都是很养生的 这道菜又养生又营养又健康又味道 而且没有是高门 没错 而且我觉得小朋友一定很喜欢这道菜 嗯 老人家也喜欢无牙的 对没有牙 我们也都很适合哦 完全消化 完全吸收 这个菜很棒 这个好棒 很棒 这个热腾腾的什么菜 这个是羊腩包 广东人也吃羊肉吗 对啊广东人最喜欢 广东人啥都吃的 对对对对 对啊 我们广东人一般都是爱吃那个 好像天气凉的时候凉快的时候 我就是很喜欢吃那个羊腩 羊腩 羊腩 对 羊腩包 我本来以为广东人只是牛腩包 不 原来羊腩包 羊腩也有 对对 那么因为为什么我总觉得东北人北方是什么羊肉串 羊肉串 都是干干的 对对对 我直觉这羊肉好像就是东北人才吃 没想到这个广东人啊 广东人真的很懂得吃 广东人是天上飞的地上爬的都吃 吃个饺的 对 除了桌子不吃 哈哈哈 羊腩的话它就是比就是所谓的腩就是有一点点带筋带皮的就叫就是那种像牛腩也是这个意思嘛 有带皮的吗 对对这个 带皮啊你胶原 对对对 他给我带了一个皮我以为就是故意的 这胶原蛋白哦对你多好 那我就吃个豆皮好了 也是带点皮 这个吃多一点皮比较好一点啊 对对 你看燕姐对你多好胶原蛋白 可是刚才你说广东人他们的冬天吃吃 我们夏天在洛杉矶吃之后会不会太干太热太燥 都不会啊 那个洛杉矶的天气都没好的 因为吃这个还可以有时候就是滚糖的也吃就OK了 对对对 而且羊肉是温补嘛 对对 那燕姐这个里面呢有没有中药 因为有没有在里面 没有中药 我觉得吃起来有点像那种羊肉炉的味道 对这个全都是神经的羊肉味道 没有中药的 这样是下中药因为美国在这个洛杉矶里面都不爱下那个中药 对 可是味道很浓郁耶 因为它本身那个羊肉出来的味道 那种香菇啊 那种羊烧味 对 这里头有香菇还有什么 有香菇有那个腐皮 豆皮 腐皮 腐皮 有青菜之类的 有那个师傅又有那个东西要放在里面 去提味 调味的 那么以沙灵剂来讲在蒙特利公园市呢 也将近20年时间 那你们客人外国人呢 欧美人市是不是也很多 都是一半一半的 一半一半啊 对啊 那他们对这道菜呢 这个羊男堡有时候就是外国人也喜爱 也喜爱 对啊 因为广东人都有朋友都是外国人嘛 在这里一起 当然是点一点地道的菜 让外国人实施我们地道的菜嘛 这就是非常地道的一道 对 所以这个羊男堡一定要点来尝尝 所以如果是吃在香港或者在广东那边 在路边摊吃也吃得到这些热腾这种断酸 啊 吃不到 吃不到啊 哦 吃不到 应该是路边摊 应该都是吃一些比较小吃吧 大家看看哪一个广东广西那一边 不同的地道的文化都不一样 哦 这个比较高档 对 这还有火在烧呢 对 是 是 是 所以到这边来吃才能吃到 我觉得像家庭菜一样 对 那种感觉 不过这道菜我相信外国人 欧美人是一定很喜欢吃的 哦 这个 对 这个比较 甜甜的 对 因为外国人都喜爱带甜的嘛 带甜的 所以它有有那个蜜糖 蜜糖的缩系 那这道菜叫什么 这个是酸香排骨 比较香香的 酸香排骨 然后加一点蜜汁 所以这个蜜汁应该是 燕姐应该它应该 你们是用蜂蜜吗 有蜂蜜啊 蜂蜜啊 蜂蜜跟那个酸酸香 它那个酸在一起 大蒜 哦 因为蒜本身的话 就是一个提味的 我觉得蒜本身就很提味的 而且还抗癌呢 对对对 还没融服在脸上胶原蛋白 那你就不能出门了 因为味道太重了 不是全部都有胶原蛋白 不会它也不会太 就是那个酸酸的 就是死中了 对 一定要有蒜 我觉得蒜真是提味啊 而且蒜能够把整个的 味道把它提出来 或者把腥味都能压掉 哇 甜甜的好好吃 口感不错的 而且 而且也很嫩看起来好像硬硬的 因为炸过嘛 对不对 对 可是这个肉质 肉质非常好 所以才会这么嫩 对啊 因为它那个善档的排骨嘛 不是普通的 普通的排骨就是比较硬嘛 对 比较柴 但是这个排骨呢 比较好一点的 善档的 蛮怪 精挑细选的 所以很软对不对 是 好吃 所以在夏令季啊 真的除了能够吃到 大家所怀念的 以前的那些 馄饨啊 或者一些点心之外 对 那么更能吃到 我觉得就是一个家常菜的 没错 那感觉就是 吃点小吃之后 还有可以比较 比较让自己比较饱啊 然后一些大菜都在里面 我觉得挺好的 对 就像家里头 妈妈做的这些饱饱菜 有妈妈的味道 好香哦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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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阿颜 好 观众再见 谢谢 谢谢 谢谢阿颜 好 观众再见 那么今天呢 我们特别到华人聚集的地方 冬区来了 对 这个地方好多华人 也有好多好吃的菜馆 而且好漂亮 我觉得Chinocco这个城市 真的是非常的繁华 是 而且高档 而且是超漂亮的 我觉得来到这边 有好像置身于 世外桃源一样 包括食物 今天一个朋友们 来到这一家就是 什么家 品味面家 对了 这一家叫做 品味面家 上海品味面家 我们从名字 顾名思义就知道 该吃什么 面 跟 小龙包 对对对 上海品味就是小龙包 对对对 对对 据说这家小龙包 非常非常地好吃 好吃在哪呢 在哪呢 对 好 吃小龙包怎么吃法 一口搞定 一口服吗 其实应该用个汤匙 对不对 对 因为里面会有汤 对 所以正规的吃法 是这样子的 首先呢 把那小龙包从这个 来了 汤匙来了 对 我们要有一点点 那个很 很lady的感觉 不是lady 这是正确的吃法 好 OK 男士也这样吃 因为为什么就是怕 里头这个汤汁出来 我们看有没有汤汁 没有汤汁是比较神奇 一定有汤汁的 而且对 要加一点姜跟醋 嗯 醋 嗯 听出来了 嗯 好棒哦 太棒了 你刚刚听到旁边一个人叫菜的 Johnny 老板Johnny在这边 今天我是故意要来讨厌 你这个 你照点碰到老板 哈哈哈 老板他都会高兴 为什么 表示他这个 原汁原味都在你 做得还不错 我也是做的到底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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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力啊 太棒了 没有想到在冬吃啊 冬吃我们知道在华人来 就是慢慢移应到这边来的啊 有这么道地的小笼包 小笼包喜欢吃小笼包的朋友 别忘了上海平衡面下 再跟朋友们正中可以认得很好的 嗯 对啊 小笼包最主要要做到皮薄 嗯 线大 然后脂多 线什么 线大 线肉要大 我先尝尝 嗯 您继续说 哈哈哈哈 不要不要再喷出来 我们也是专门请了大陆这个 非常有名的一家 呃做小笼包的那个师傅 然后他是在老陈皇庙 那个绿波浪 哦 对对对对 很有名的 专程把它从那边请来 然后再给我们以他的专业 给我们指导了一下很多这个点心面点 怎么能做得更好 能让客人吃到更满意 其实讲的绿波浪 真的很有名的 我记得当年美国总统啊 对前任人为总统到中国大陆啊 去参观 去玩的是赫林顿 你就在这个绿波浪里面啊 简直是除了这个游泳之外 啊不是不是游泳啊 游泳啊 钓鱼之外也不是 一定都要大饱耳服 大饱眼服大饱透服 对他就在绿波浪是上海 猜上海点心多点 是乐不思熟啊 所以后来就没当选了 哈哈哈哈哈哈 快去掉了 对真的是跟绿波浪是赞不绝口 所以你把这个大头都请到这边 对对对对 我们专程把它从上海请 好这是没有话讲 所以我相信是上海点心 绝对是很高 我们在尝尝这个什么 生煎包 对对对 生煎包要怎么样才是一个好吃的生煎包 呃当然这个 因为我们这个 跟传统的生煎包的做法呢 又有一点点不同 嗯哼 因为一般在那个星级酒店里面的做法呢 就是跟街边的不一样 嗯哼 街边的那种呢 它基本上它会是 就是把那个收口的地方坐在下面 嗯 你说是这个吗 对对对 就是这个收口 最后收口的地方 要这样子啊 对 哦要这样子啊 街边的它是坐在下面 那炸的时候它怎么 然后 但是酒店里面呢 我们基本上就是 尖在下面 嗯哼 对 那在星级酒店里面呢 他们就是要讲究这个外观 嗯哼 对 他们所以就会把这个最后的收口 留到最上面 哦 然后葱花和芝麻撒上去 然后你看这个是不是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而且可以看得到 这个师傅包的这个手工 嗯 对不对 有多少个褶 给几个褶 对对对对 通常几个褶 通常一般来说十八个褶 十八个 对对对对 那师傅真的要要算啊 九转十八万 所以基本上看到这样子的都是五星级的 对对一般因为街边呢 它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所以它就是把褶都是 其实没有很多个整理 但他们把它压到下面以后 你也看不到 褶修看不到 对对对对 不好看嘛 这个的话就是要靠手艺 嗯 对对对对 那您这个大厨 你说当年的绿波浪 也做了很多年 他今年已经要六十了 六十 已经要六十了 所以很不容易把它切过来 真的是 对对对 是不是这边居民的一个补习 包括我们观众朋友 真的 你今天知道这么好的一个资讯 到这边来 嗯 很棒很棒 而且是民主 对 这是重点哦 重点重点 不用坐飞机哦 就可以知道了哦 真的因为我觉得吃点上海链链 尤其在这边 你还很多非常道理 一些上海小菜类区的一家 首先 我们今天一进门就闻到了这个 这个 臭豆腐 丁 臭腐丁 叫什麼 我們這個叫臭臭丁 臭臭丁比較小對不對 對 我們把臭臭丁 改成比較小塊 比較容易入口 然後它外面脆 裡面嫩 然後再用辣椒 毛豆 然後有肉末 然後我們還加了那個蘿蔔乾 蘿蔔乾啊 其實應該這樣子吃對不對 才正確的吃吧 這個是不是你們這邊點菜的 這個是我自己想出來 你自己想出來 對… 你自己發明了 我就是自己在吃的時候 我覺得這樣做比較 你看 又帶點辣 又比較香 有豆腐乾 有那個蘿蔔乾 這種比較能帶出這個整個的味道 好臭喔 不過臭豆腐就是要越臭越好吃 其實我覺得應該這樣子吃 因為你吃了好多料 你知道嗎 一定要搭配一些毛豆 哇 好好吃喔 我相信這一定是 你們所有的客人自己來點菜 對… 對… 這個是我們這個 非常受歡迎的一道餐廳 難怪 有一天我在光是怕 就聞到一個臭味 跳得很遠這樣子 而且這臭豆腐有一個好處 它不用沾醬 它一定把整個味道 都調在裡面了 對 你們這臭豆腐什麼家來的 這裡做什麼還是 買回來再加工 這我們是買回來再加工的 是… 所以才特別特別的 臭… 臭… 臭…那個要命 可是好吃是要命 對… 真的要命啊 好好吃喔 非常好 難怪這時候歡迎 而且我覺得你這新發明很好 是加了這些其他的一些 配料才很好 就是毛豆啊 什麼豆腐乾餅 對… 因為之前就比較傳統的做法 那很大塊 嗯… 那像… 這種比較lady的 它吃起來就會… 對… 沒有辦法保持… 對… 不是…就本事畢露 哈哈哈… 而且講完還要說 因為太臭了 哈哈哈… 太好吃… 太好吃… 可是啊 臭豆腐來講 應該是上海人 他們… 我們從小到大 對… 街邊就是臭豆腐 對… 那麼從小到大 這個臭豆腐也是辣的嗎 我們是蘸的辣椒醬 上海人也吃辣椒醬嗎 有… 哇… 對… 甜醬辣椒醬 然後蘸一下就吃 對… 因為上海的臭豆腐 真的很有名的 我爸在上海 他每次都 以前在台灣的時候 到處挑臭豆腐 就覺得不好 他說就是香港 那時候香港臭豆腐 比較臭 對… 可是我覺得這兒 這兒就很醜了 真的很醜 簡直變成一個臭感 對… 但是臭豆腐一定要吃臭 這樣他比較會飽啊 我說簡直是就別吃 吃個豆腐就好了 而且最好在這邊吃 非常棒 要吃熱 而且我就改兩次火車做吧 真的… 我必須跟你們說 怎麼樣 讚 讚… 這就是一個讚 按一個讚就對了 記得看我們的微信 按個讚 按個讚 不要按個臭啊 但是… 四川人才吃辣椒 為什麼上海人 你們還有這個 攪拌攪拌呢 對…因為現在吧 那個上海菜 它也是隨著一路的改變 就是一直在… 海派的上海菜 就把很多好的… 好的東西經過我們 就是把它融入進上海菜裡面 比如說像川菜啊 南菜啊 有很多菜 他們… 比較受歡迎的 但是他們呢 有些菜做的就是… 口味上… 比較重 那我們… 現在就把它拿來 稍微改良 現在的人吃的都比較清淡 沒有那麼油 沒有那麼辣 對… 對…我們把它稍微… 改良一下以後 也納入海派上海菜 哈哈… 對對對… 其實我相信我們觀眾朋友 可以了解什麼叫做海派 其實海派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把所有的這些… 集大城啊 對… 成為他們自己讀書一致的風格 在上海… 有道理… 我覺得 好吃的都拿來 對不對… 都對… 非常用心 厲害… 那這個也是… 明明是辣的 明明是川菜 對… 又是海派的 口水雞 對… 口水雞根本就是… 成都的嘛對不對 對… 那現在海派的上海菜 對… 沒有那麼辣 它沒有那麼辣 而且就是… 我們在這個製作過程 都基本上不放味精 不放雞精那種… 那種… 對… 現在人都比較… 養食 都是靠… 健康 對… 確實… 原汁原味的 對… 確實這兩道這些辣材 大家只是說 去角度角度 還有就是口水雞啊 不像我們平常吃 在餐廳吃的 簡直是無法下口 太重了 很鹹 而且這個不鹹 這個不鹹 然後這個味道非常的好 非常好 很香 很香 所以這兩個來配的怎麼最好 這個應該要配一碗白菜吧 或者是小籠包也可以 小籠包實在是沒有話講得好 謝謝… 所以主食跟配菜搭配起來 好幸福那年 難怪這個辣椒 也認真你們的上海菜了 虎皮辣椒 這個本身我們上海菜 就有這一道菜 對…虎皮辣椒那個 小時候媽媽這個 我最喜歡吃媽媽做的虎皮辣椒 每個人都會吃 真的嗎 對… 上海有果皮辣椒嗎 有… 我以為只有試探才好 只有紅燒肉 好…